我是冰大熊March Bear 今天呢要跟大家講 我中獎了 我中了 Kamirada 01 A桑 這個A桑的由來呢是因為 大熊呢其實當天是陪朋友去抽一番桑 然後呢 大熊在旁邊呢就看到了 0y 看了一下就是他裡面其實大熊比較想要的呢 是下面的小蔣的 電王的 小公仔然後還有電王的毛巾 因為大熊 很 怎麼講比較沒錢 所以大熊通常就是緊繃 一抽到兩抽 兩抽結束就沒有了 因為沒有那麼多錢可以抽 那大熊就想說不抱著希望 然後原本不抽的 可是後來就是 朋友覺得今天你的運氣應該不錯 應該抽抽看 就把皮包逃出來 只是當天的 心情狀況是 員工態度有點爛 要不是因為大熊有抽到這支A桑 真的是 我的朋友 因為真的太抓狂了這個狀況 抓狂的狀況 大熊可能可以跟下面就是大家可以聊天的時候聊到 因為大熊不方便在影片裡面講 然後到時候如果說不小心透露出了什麼呢 就尷尬了 反正就是大熊當天超級不爽 還好中了一個一番桑 把他給平回來 要不然真的是 我爽我贏了 雖然沒有抽到大熊想要的電網 可是 超大一支超爽的啦 來看一下裡面到底長怎樣 不過呢大熊想要提的是 原本大熊在那個 一番桑的那個紙上面看到說眼睛會發光 結果大熊上網查了一下發現說 他是Lasdor桑 就是你要到最後一桑 就是最後一張抽完以後 他才會給你一支一模一樣 然後是眼睛會發光的版本 我也不知道是LED燈會發光 還是說他是夜光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去買他的最後一桑吧 大熊已經先把膠帶撕開了啦 只是還沒有開過 因為他好輕喔 他超級輕的 他比一支500多塊的景品還要輕 那整個感覺就是拿起來 就是盒子的重量而已 喔喔喔喔 這樣 他那體把是左右拉開的 欸 防護做的還不錯耶 喔 看到本體了 這裡 喔 好大喔 喔喔喔 跟盒子一樣大欸 我原本想說 應該就是打開 大概只剩下這樣子 這樣子的高度之類的 好大喔 超大的 等一下 裡面好像還有東西 喔 這個是腳腳的板子 可以把腳固定在主座 來 把它 拉開吧 哇 好爽喔 其實拿起來 有重量欸 所以盒子很輕 盒子超輕 所以重量都在這上面 哇 好讚喔 眼睛啊 什麼的光澤做的超棒的 這感覺真的超棒的欸 他的 雕刻啊 刻線啊 然後上色啊 啊 糟糕 旁邊很嚴重的漏幕 這可能是像景品啊 或者是 這之類的 就是缺陷 這裡 超級漏幕 大熊第一次拿到這麼大隻的模型 大熊從來沒有買過這麼大一隻模型 OK 剛剛大熊呢 跑去拿了一下大熊的模型 然後呢 這個就是大熊最常開的可動系列的SHF 他的大小就是這樣 然後呢 大熊呢 上一次另外買了景品 目前來說 最大隻在大熊家的 就是這個 Almighty加頭髮 這樣 然後 一半場的A賞 雷龍腕是這樣 差這麼多 好爽 然後大熊剛剛把這個腳底板裝上去 這個腳底板真的有點醜 它其實可以做一個平的 然後上面有一個點點 然後可以讓它 裝上去就好了 然後就做了一個 冰塊 然後它的 小腿這邊是可以 可以轉的 旋邊上就只有這個小腿 這個鞋子的地方是可以轉的 其他地方都不能動了 好爽喔 基本上 大熊今天就只是 開這一隻來炫耀一下 在拍影片之前 在做YouTube之前 就是 從來沒有抽過好獎 就是 最好的賞就是 低賞 沒有在以上 一路就是 運氣比較好一點 可能是自信有了 運氣也跟著好 我覺得 自信可能跟運氣 可能真的是有相連通的 雖然說大熊平常運氣還是很差 反正就是 我覺得 自信有 然後也 謝謝大家就是 支持我的影片 感謝你們的觀看 以及訂閱 還沒破百 可是大熊會繼續加油 繼續拍下去 然後呢 今天開的呢 就是這隻 Little One 如果喜歡的話 我覺得可以去抽啦 因為它的A賞還蠻好的 只是說 它其他的賞呢 就是一般的 畫板 然後 布 跟小公仔 可是它小公仔做的超精緻的喔 大熊看了以後真的超愛的 如果你也是喜歡 Zero One的朋友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然後如果你也有抽一番賞 然後看你抽到什麼東西 都歡迎留言給我 在下面留言喔 然後如果今天你看大熊的影片 還喜歡的話 請幫大熊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